我们的警方还有反贪会最近的雷厉风行 真的让人很想给他们大大一个like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矩 江湖规矩你懂得多少 这个星期江湖上最大件事 当然就是我们的前首相那集 被反贪会高调逮捕 还拘留了一个晚上的新闻了 这不只是我们国家第一次 前国家领导人被反贪会逮捕 而且也是东南亚第一次 国家领导人在位期间面对贪污的指控 你看菲律宾的马克思 还有泰国的他姓 他们都是逃出国流亡海外 至于印尼的苏哈多 他则是病魔缠身 在还没吃官司之前就病死了 这么大件事 当然前首相那集被逮捕的这则新闻 就成为了国外媒体的国际头条 1MDB这个案件 设计的层面非常的广泛 设计的引物更不是泛泛之辈 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 美国司法部已经针对这个案件 入离美国法院了 在诉状当中 他们就把刘特佐形容成是洗黑钱的主脑 然后还点名纳吉的妻子李扎 说他拿1MDB的钱去请Oscar影帝 Leonardo Dicaprio去拍了一套 The Wolf of Wall Street等等等 两年后的今天终于轮到我们国家的反贪会 来调查这一周案件了 而他们也真的有把纳吉和李扎请去协助调查 而且李扎还连续3天被请去反贪会呢 还有那个被美国形容成是主脑的刘特佐呢 现在只剩他一个了耶 其实之前警方收到封说他在香港 于是呢就特地派了一组警员呢到香港去 可是啊刘特佐在警方抵达香港之前呢 就已经逃去澳门了 哇哦闪人派教主的功力 果然深厚啊 诶既然警方知道他人在澳门 那为什么不要去捉人呢 香港跟澳门挺靠近而已呀 搭一条团就可以搭到去了哦 哦原来是因为呀 我们马来西亚跟澳门呢 是没有签署任何的引渡条约的 所以就算警方知道他人在澳门 也无计可施啊 我们跟澳门是没有引渡条约 但是跟印尼呢确实有的 所以你看一下那个红山军领袖加玛 他就真的没有尤特佐那么的金鱼 闪躲树了 你看教主刘特佐 OneMVB爆发以来 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就算是有他的消息 也只不过是文字报导 还有Forever的那个西装加浅蓝色领带加 无眶眼镜再加红润笑脸的 档案照片 搞得跟大明星 在搞地下情一样 甚至是更神明 但是你看这个加码 他没有到警局报案 还要拍video公告天下 后来呢甚至是拍video说 他要竞选巫卿团长 咦你不是在潜逃的吗 比网红还要日中拍video 难怪一下子就被印尼警方逮住了 而且还遣送回来马来西亚吃官司 在印尼的这些日子以来啊 加码说简直就是噩梦 他说啊 其实早在印尼警方要逮捕他之前 他就想要去大使馆自首了 想而已 后来他人被捉回来了 他又说 不能被拘留 因为他脊椎有疾病 不能够睡地板 可是bro 你是被逮捕耶 你不是去度假耶 况且上一次 你第一次玩失踪的时候 就是从医院逃跑的呀 虽然说 票不怕搞 但你法庭不守咧 法庭拒绝让加码保释 因为怕他又再次逃跑 这一次呢 是直接把他押送到牢房去 啊 就不知道在拘留所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拍video的呢 可是啊 我们的警方还有反判会 最近的雷厉风行 真的让人很想给他们 大大一个like 虽然one mdb的这个案件 还要经过非常复杂 和冗长的司法程序 而且我国媒体啊 也接到了纳吉律师 向法庭申请的进口 可是外国媒体呢 对这一宗案件 还是非常地重视的 腾博社是直接点出 one mdb的审讯 非常的关键 因为它直接显示了 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 也不能恢复独立 而对于尊马来说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老人家究竟是真的 要推动政治改革呢 还是这只不过是一个 政治伎俩呢 外国的政治观察员 对于这一点 还是保持观察的态度 那就让热点女侠 继续闯荡江湖 为你打探更多消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